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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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最有象征的意义 李宗盛出来演唱的时候 唱胡达花骨戏 后来唱春天三峡 三峡殿 这个香墙还是什么 诸如此类 香殿 是吧 香殿 非常感恩 他的老师是金铁灵 这是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 很多有名的歌星都是出自他的本下 好像宋鲁英也是他的学生 我知道张也是他的学生 很多 非常多 可能董文华 彭丽媛这些 可能都是他的学生 中国音乐学生 原来李宗盛好像既是他的学生 好像也是他的爱的 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流传的故事 我就说那个时候的价值标准 后来这个 他跟这个 嫁给另一个高贯子弟了 这个李宗盛离开 今天他只是一个教师 对吧 教授 那个孩子不是教授 当然嫁给高贯子弟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流传这种故事 因为这种故事就是天际地义的 是合体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女孩子只要长得漂亮 她是一定要嫁高贯子弟 就高贯子弟到什么地方 都是开律的 只要有高贯子弟他办事情 就非常的顺利 什么事都能办 是吧 就看谁 谁后面的老子的官大 那个八十年代这个现象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就是特权阶级走后围 那么当时就出现这种苦练 非一天在社会的答案里 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我是真的 还是一个骗子 他就声称自己是高贯子弟 结果所到之处呢 都是给他开律的 给他提供了无数的方便 那么在当时这个 当时八十年代初期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中国社会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所以这些作品呢 都触及到对特权阶级 老半部复杜之后呢 这样一个社会现实的一种揭露 但是他们很快呢 这些作品呢 都受到严重的这种打压 严重的打压 就是认为他们污蔑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认为这些作品呢 是当时叫做禁区啊 当时叫做禁区啊 在那个时期 那时期出发了一种对立 和紧张的一种关系 那么这些反思 这些是尖对反思文革的作品 当然一方面 他其实 反思文革是他的一个背景 但最重要的 他对现实 他对阶级 有一个 有一个批判 有一个深刻的一种反思 所以当时 当然苦练呢 他触及到的就是说 党 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就是说 知识分子对党的这种忠诚 但是呢 到底 我爱祖国 祖国是不是爱我 他提出这么一种疑问 他最后呢 嗯 镜头是在雪地里 他爬 爬在雪地里 爬了一个问号 大问号 这个苦练呢 做的是白华 一个老诗人 是吧 白华 啊 那么 我们前面讲诗歌的时候 还有讲过 是吧 是一个部队的 部队的诗人 苦练 所以当时 提这个苦练 因为苦练的 所触及到的问题 就更加深沉了 就是说 党对知识分子 始终是不信任的 那么 这种不信任 要到哪一天为止 是吧 他就是 打了一个问号 我爱祖国 我爱党 祖国是不是爱我 啊 所以他对这个 爱国主义这种感情呢 他提出了他的一种质疑 在这个时候 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 是吧 被看成一段 那么上海这个 上海文学这个说法呢 本身是来自卢星华的 导片小说三痕 这是发表在1978年的 文汇报的章 文汇报上 那么这个小说呢 是讲一个女孩 是吧 一个女孩 她呢 这个 那天就接到了 这个 一封电报 就是母亲呢 要病危了 要她赶回去 然后她就回想起 和母亲断绝关系 因为母亲被打成叛徒 所以她 后来就跟母亲 断绝关系了 那么 但是呢 她实际上也承担着母亲 给她造成的 所有的后果 她在政治上无法进步 那个时候她和男友相爱 也失去了 发展关系的 这样一个机会 在那个时候 如果出生不好 你就会 你本身的价值 就打一个转扣 是吧 那么现在 当然无所谓的 你只要 不管你是来自农村 来自祖国各地 是吧 你只要考上百大 你男孩子就能找到漂亮女孩 是吧 你只要考上百大 你孩子就能够 下个帅哥 是吧 这个是肯定不成问题 是吧 她跟家庭背景 没有关系 难道说我这个 判刀不正确吗 但是在那个年代 她不行 她不行 你成分很重要 你如果 父母亲是地妇反患幼 地妇反患幼 是吧 后来一早上叛徒 是吧 这些 那你就完蛋了 男的不敢找你 男的出生好的不能找你 是吧 那么你的 男的你如果是地妇反患幼 那么女的不敢找你 你就要打转扣 是吧 比如说你长得帅 你又有文化 那么只能找一个农村姑娘 是吧 找一个农村姑娘 如果说这个 如果说你是一个女孩子 你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你是地妇富农 这种家庭出生 你就要下架 你就要打折扣 所以这个架势就减掉 比如说你原来 原来90分 你现在只剩下35分 不减掉了 所以这个 这个损害是非常非常严重 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这种 这种一种思维 在那一年代 它是一个非常 这种逻辑 政治逻辑是非常 所以 所以 这个 陆星花的上面里面 写的这个 女孩子的 她就 男友 爱的这个男友 也因为她自己的 政治背景 所以 一方面是 政治上无法进步 另一方面 每个人的爱情也无法解决 所以她感到非常痛苦 那么 她要接受 母亲的政治错误 给她带出所有的后果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这样一个 痛苦的生活下去 那么 粉碎吃了饭之后呢 她才知道 母亲的问题是悦难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想一想 因为父母亲 从一个 变成一个反革命 这个对一个家庭的打击 是非常大的 对孩子来说 她甚至连反革命的母亲 她都不能够接受 因为 母亲是反革命 意味着母亲被这个历史 被这个社会 已经抛弃了 你如果爱母亲 意味着你 要一样被抛弃 所以 革命对家庭伦理的摧毁 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这些作品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然后她呢 知道母亲是冤家从爱 俄华大病之后呢 就纷纷的 这一个 改变这些冤家床 然后她就赶回家 等她赶到医院 她看到母亲 已经到太平间去了 然后看到母亲 面后上的留下了这种印痕 这个山痕呢 不只是印在母亲的面上 但是更重要是印在 一代中国青年的心灵里 所以这个山痕呢 一直在这里 在当时小说画面出来 影响非常大 在今天看起来 这些反思呢 都是 都是这个 带有很强的一种政治性 所以小说呢 她既写出了 富费对共产党的忠诚 却惨遭四伦般迫害的不公 以及青年一代所经历的武骗 付出了代价 但是这篇小说呢 关于青年一代的 《心灵伤害》的小说呢 却写得很爱美 这是我的一种读解 因为这个王小华 就是小说主文公 背弃的母亲 这个背弃行为 是作为历史人 最要来体现的 我只是政治 历史单方面给予的创商 个人没有责任 甚至个人只是一个 创商的承受者 所以小说在反思文革 批判所谓极左的政治时 并没有反思人性 更为去反思中国人 在那个时期 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那个时候 把所有的罪过 都推到斯特曼的身上 好像批判了斯特曼 这一切都是斯特曼造反的 是吧 我们个人没有责任 都是斯特曼造反的 所以批判了斯特曼之后 每一个人都设美 每一个人都解脱了 这个就是卢星华 大家看看 那个时候的小说呢 即使写得如此之有创商呢 但是他还是结尾 还是这样的 静静的夜 黄埔江水奔流着 他觉得身上热血 在沸腾闷地 他拉起苏小脸 朝灯火通明的南京路 大步走去 是吧 苏小脸就是他的对象 那么现在有了对象 同时也有了前途 是吧 他朝着南京路 大步走去 所以那个时候对历史的处理 是很简单 那么刚才有同学问到 我为什么要谈到这个 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 重新确定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 就是从历史的主体来说 我们 我们的文学 在过去它是描写工农兵的地方 工农兵是历史的主体 农兵是历史的主体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 这些老干部 他们失去了 作为历史主体的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粉碎斯特邦之后 文革后的小说 《山河南文学》 他澄清了这样一个历史 就是这样一个极左路线的历史 是由斯特邦造成的 而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他们始终对党是忠诚的 对党是忠诚的 那么他们是 始终站在毛主席的正确的革命路线上 始终在维持毛主席的革命正确路线 始终是在坚持党的正确性 所以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这种历史它是没有断练的 大家注意 就是说四人帮 虽然说把中国搞乱了 但是这些老干部 在那样一种压迫底下 他们始终在坚持 他们始终在顽强的和四人帮做斗争 所以这个党的历史的正确性 它是延续下去的 所以它缺利了历史主体之后 那么这个主体的历史 它也得以展开 这包括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虽然被打成右派 打成反革命 但是它始终坚持法的主意 始终坚持共产党 始终忠诚共产党 所以它依然是党的正确的历史中的主体 它的历史本身构成了党的正确的历史 这个主体一旦确定之后 它反过来它又证明了 这个党的历史是正确的 大家注意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就是斯林邦 这四个人混乱了几下 把中国搞得乌烟脏气 但是呢 党的正确的历史还存在 大家看到 这两个历史 不知道它是怎么协调的 在我们的叙述中 它是这样的 一方面斯林邦把中国搞得万七八糟 但另一方面 党的历史还是存在的 因为这些老干部知识分子都在坚持 都在和斯林邦做斗争 我们的文学 上半文学和改革文学 它一直在讲述这样的故事 一直在缺历历史的主体 同时展开主体的历史 修复历史及其主体 那么在这里 那么 所以我说这个 上半文学正在对历史 总体性的领会当中 能获得了主体的深化 反思文革的批判斯林邦 这是客观化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要重建 重新建构历史的起源 因而有意识的重书文革的历史 不再是单纯的展示三文 而是要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在能受迫害的过程中 依然保持对党和宗权 对隔壁事业的信念 通过这种重书 重建了新世纪的历史主体 一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 这个使多乱反之后 重返归来的受难者 找到了历史的连续性 那么这里有几个代表作的 重要的代表作品 就是《鲁燕洲的天女山传奇》 这个小说是讲述一个错化右派的 是如何伦俄负重 伊朗对党忠诚的故事 小说确实写得非常的精细 写得非常的精致 这个鲁燕洲是2006年去世 他去世前还充满了 上下卷的一部作品 叫做《梨花思雪》 我当时还写了一个书品 读了那个著作的 我当时觉得 那个小说 我觉得鲁燕洲的笔法 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梨花思雪》 一个70多岁的老人 写的那个作品 写得非常清纯 写得非常的天真 就充满了一种 淳朴的一种气息 我觉得那点是很让我感动的 那么当时天上传奇 当然它是率先的去表达了 那种知识分子群体的形象 大家注意到知识分子 这个形象在文学作品中重新出现 以及它这种出现 天上传奇几乎是很枯竹的 它是群体的 是吧 那么这些群体的知识分子 像罗群呢 它那么代表的这些青年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那么艰难困苦的 所以也蒙受了不公 但是对党始终保持了忠诚 保持了忠诚 保持了见诚 在那个情况下 他们都不 都不违背党的一种意愿 那么这是知识分子 对党表示一种忠诚 所以我说呢 它把简单的表面的创伤倾诉 转变为知识分子的历史次数 一个被动的 被迫害的个人 变成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期 都与党同心同德的历史主体 通过主体对自我的想象 先复了历史的连续性 做着通过书写 把自我想象投射到历史的形象 并反过来 建构了这种历史 从中呢 那么 分享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一种正确性 当时还有这个 陈维希的大强文学 那么 当时很多 描写 关在监牢里面的老干部 但是他们身处大强 却依然对党的信念 表示忠诚 所以这叫大强文学 所以大家要注意 那个时候的文学的三痕文学 不只是展示三痕 重要的是它要展示 他们身处困境 遭受四人般的迫害 却对党始终表示了一种忠诚 陈维希的 还有这个 《杜鹃森森森》的第十个弹孔 《雪落荒和静默森森》 后来的作品 其实当时影响非常大的 有几部话剧 那么我们后面可能 戏剧没有时间讲 在这里我简单的提一下 像《枫岩红冷》的时候 《鱼无神畜》 在当时影响都非常大 那么 其实戏剧的那种直接性 和橄榄性 在公传上要超过文学 所以那种戏剧的那种现场感 它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 那么我本来也很有信 这两部话剧我都演过 当然不是很重要的剧 但不是国家话剧院 但是这个 当时确实是看过 底下黑压压的文群 然后表达这种 被思念蛮迫害的 然后知识分子的形成 我演《鱼无神畜》 我演过《欧阳品》 但是当时是一个 我们学校的剧团一般的 但是效果非常好 当时我们演的《鱼无神》 就要比那些地区的话剧团 地区这一季的话剧团 都演得好 影响得非常大 那么 我本能对这些剧的 所产生的那种影响 是深有体会的 就是它一场一场 我们演过二十几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哪一个剧可以演 几场 这个都很不简单 是吧 但是 全国当时高峰的时候 是有两千七百多个剧团 演出了这个剧 那么 其实有数千万的 通过报纸 电视和剧场 观看了这个剧团 叫《鱼无神畜》 那么 《中复仙》编剧 《苏乐茨》 导演 这是《风月火轮》的时候的一个剧造 其实它是把这个策谎 它当时讲这个 有一个能发明的策谎 然后把它作为这样一个 人物来受到造反派的重视 实际上就是一个骗子 然后他来对老幹部来策谎 看看对党是不是忠诚 所以 老大部虽然被冠起来 但是呢 他对党是忠诚的 然后他怒斥了这些骗子等等 风月红月的时候 他其实是念起诚意的一首诗 是吧 那么 这个是当年《鱼无神畜》的剧造 欧阳平呢 这个何语呢 这个是哥哥何是非啊 这是 梅 梅梨 梅梨啊 这是现在新版的《鱼无神畜》的剧造 因为老的剧造很难找到照片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谈那些了 我想和大家谈谈张鲜亮 我觉得在上海文学当中呢 张鲜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 那么 关于张鲜亮的作品 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了 也没有读过 哎 那么 嗯 那《鱼无神畜》读过吗 读过 读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呢 没有读过 没有读过 哦 那个时候我们人手一侧 哈哈 就是如果说 我们那个年代的呢 如果没有读过 男人一半是女人 就说没有读过青春期 哈哈 就没有毕业了 assure 你为什么要看 这事这一回到时候 我们的读过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